你先走出來 你做第一個 難道你要問所有人 你做不做到 可不可以這樣做 可不可以帶頭 你才做第一個 究竟牧羊人和牧羊的分別在哪裡 很明顯牧羊人就是人 牧羊就是牧羊 但是主要的分別在哪裡 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個叫 羊群心理 什麼叫羊群心理 人做我做 人說我做 反過來 人家不做你就不敢做 人家不說你就不說 沒有什麼意志 總之大衛的人做什麼我就做什麼 這就叫羊群心理 我講一點那個 有些分別給你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過 香港你坐地鐵 有時候我們走上的時候 有時候有兩條的 那些電梯 一起向上的 現在左邊右邊 這樣向上的 你會發覺很有趣的 如果前面那一兩個人 走到右邊那條電梯走上去呢 跟著那幫人 通常都會跟著 右邊那條電梯走上去的 左邊的電梯明明上去的 但也沒有人走的 有沒有見過這樣的羊群心理的狀況 有在下面但YES 是不是很簡單 為什麼會這樣呢 聽著 我們人有一個很保護自我的心態 我們的前意識就會說 不是啊 右邊那邊有人走 明明你看到兩條電梯都上去 但不是啊 右邊那邊有人走 那麼我們前意識呢 就會走右手邊的樓梯走上去 因為前意識告訴我 我們跟著人走呢 是安全的 雖然左邊都是上去的 但是沒有人走 好像有一點點不同 這個就是問題所在的 有很多時候我們不經過思考 人做我做 人做我做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 如果人做你做 有什麼好玩呢 說真的 無論你做哪一行 聽著 如果你做那些事情 做那個方法 是整條街都在做的時候 我想問一句 那個意義在哪裡呢 可以多震撼呢 你看看我們很看的那些人 就是有大貢獻 很挖時代 很震撼性的那些人 所做的事情 不是一般羊群會做 因為他覺得 亦都知道 他說如果人做我做 我怎麼留呢 整個世界 對不對 所以他們很簡單的事情 沒錯的 有些事情真的要有人做 但是有些事情 就不用我們做的 我們要做一些大大的事情 人做我做的都沒有興趣 就好像等於現在我做了個 success coach 是不是 如果我要跟著我那一行的人 怎麼做 那做來做什麼都不用我出現 就是等於去到你那裡 如果你現在你所做的事情 你去劃時代一點的 你做一些你的同行 不敢做 不願意做 做不到的事情 你做整項 你就會領先那一行 是不是 你就會變成那個 icon 在你那一行那裡 但是當然 當你是走出來做一個牧羊人 你打算帶一群羊的時候 那群羊是不明白你做什麼的 你要知道 那群羊會做什麼呢 我告訴你 在那裡 咪咪咪咪咪 這個就是他只可以做到的 正不正常 那群羊是不會去做的 各位 那群羊做什麼 咪咪咪咪咪的樣子 你看到 所以做一個牧羊人 各位 帶領你那個行頭 帶領你那個整個行業 你先走出來 你做第一個 難道你要問所有人 你做不做到 可不可以這樣做 可不可以帶頭 你才做第一個 做一個英雄 不是這樣的 很基本的 我是一個英雄 你不會跟綿羊在那裡 咦咪咪咪咪的 你要知道 你一模一樣 你也是一個英雄 你要知道